200,210,220,230,240,250,270,280 它的全輪轉向,抓滴性跟黏著度真的非常好 彷彿天生就是為了要在賽道上跑的車 上一次來這裡是試駕喜拿 這一次呢,對,要試駕的是新的750S 好,蠻特別的 這一次的新顏色是這一個 我還不知道它的名稱是什麼 捅哥,唸不出名字 是嗎? 對,捅哥說,剛剛有跟它講名字 但我唸不出來 然後我的車呢,是這一台銀色的 在這邊 這部車的特色我相信之前發表會的時候 應該都有介紹過 它在效能、重量的部分都有提升許多 那當然這些等一下試駕的時候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實際上我們這一次試駕除了Spider之外還有Coupe 那我快速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次的750S跟之前720S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整個車頭呢,雖然看起來一樣 但是呢,這個前保桿為了配合車尾的改動 因為增加了20%的下壓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前面突出的導流液的面積是加大了 另外為了增加它的散熱效能 因為馬力更大了 增加了30V馬力 所以它的整個進氣孔 其實看起來一樣 但實際上呢,有經過了改動 所以它的效率又更好 再來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前S端上面有一個氣孔 那這個氣孔呢 其實如果注意到利曼塞車的話 就知道了 它這個輪子上面的一個氣孔 高速行駛的時候 可以減低阻力 那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身的線條 這個當然沒什麼變啦 你會看到 它整個就是整個弧線 有沒有 這個代表了風的形狀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屁股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提到 它750匹馬力增加30匹 更多的馬力會帶來更大的熱氣 所以它在車尾的部分呢 新增加了一個排氣的導孔之外 尾翼面積更長 然後再來下面的這個氣孔啊 也是針對更大的馬力 更大的下壓力 去遵過了改動 所以整個看起來啊 有些小地方 是跟720S不同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車子的內裝 這個蝴蝶翼的車門當然是 馬克拉人最經典的部分 那內裝的架構呢 基本上維持了大家印象中的720S 沒錯 但是呢 儀表的部分改了 本來它的一個翻轉儀表 現在改成固定式的 它還可以減輕大概 一點多公斤的重量 還蠻不錯的啊 那這一次的整個螢幕的部分呢 它也增加了這個 Apple Car Black功能 再來的部分 椅子也是一個重點 這個椅子呢 你現在看到的Spyder 這個車型上面 它用的是比較屬於Comfort的椅子 另外一個標準的座椅 其實是碳纖維的同一啊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次TULE S的 它在重量的部分呢 減輕了30公斤 整體的氣動的效能啊 還有整體的動力效能 都增加了這個30公斤 哇 升了效率 這些呢 都造就了它成為 這個級距裡面超跑最輕的重量 而且它還維持了 傳統的這個燃油的動力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地方 把人在動口扁出 又在動氣 還是很厲害 但是我們就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通過 它在動氣 就是這裡 你會變得更美 你還是要做 你在動氣 然後 Compass 當然要享受 要享受這台車的另外一個關鍵就是 把後面的窗戶打開啦 這時候聲音就進來了 動力的部分 很兇喔 嗨嗨嗨 馬爾人的聲音跟法拉力有點不一樣 它的聲音是比較低沈一點 可是它充滿了那種賽車會有的渦輪增壓的吸氣的聲音 收油的時候爆發力的鞭炮聲 都在告訴你這台車的性能 在一般公路上呢 我沒預期750S的舒適程度可以這麼好 一般超跑給人家印象 像我現在已經切到這個Track模式了 它的懸吊在犧牲的時候呢 哇這個Q彈的程度 據說這一次呢 前後的彈簧換上新的設定 跟它的幾何角度重新調校啊 前面的懸吊反而放軟了 後面的加硬了 彈簧又因為減輕的重量 你看現在這個石頭路耶 你有聽到各種的奇怪的聲音嗎 沒有對不對 真的蠻訝異的喔 一台超跑可以在這種路面 有這樣的表現喔 這要佩服麥拉倫 可以把這套EA系統調調的這麼好 我很喜歡720S的性能表現喔 那種兼容併蓄的感受 其實印象非常深刻 那7250S呢 它就延續了720S在進行大量的優化 像引擎的部分 增加30P 那這個使用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它的氣缸電片 使用的是三片式的組合 據說這個三片式的組合 讓它的增壓的壓力可以更大 然後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使用了刷汽油棒譜 可以讓引擎在高轉速高增壓的時候 可以提供更紮實的爆發力 那邊速箱中傳改變嘛 反應速度更快 那懸吊的部分呢 它的作動的伺服機構啊 換上了反應更快的控制器 相對它的抑壓系統 其實本來作動就已經非常非常的明快 但是 這一台750S呢 它的效率跟速度 是更聰明更快的 今天因為假日喔 車蠻多的喔 整個山路就呈現一個堵車的現象喔 那 這個750匹的馬力 確實很難發揮 不過 接下來我們要走一段高速公路喔 看看 是否有機會 體驗一下 0到100加速 2.8秒的性能 還有就是 0到200 7.2秒喔 至於0到300呢 我覺得 這有點太過分了喔 畢竟是一般的 高速公路喔 好 來 現在是 哇 這個加速真的太high了啦 而且 不曉得是不是真的有空氣力學的影響喔 可以感覺在車頭似乎喔 隨著速度越快 會有一個力量在往下壓喔 前面有一個 電子收費站 看是不是 經過之後再來試一下喔 好 好 哇 天啊 這個上200多 完全沒有再客氣的啦 再來一次 嗚呼 75.S 真的是太猛了 而且它加速上去的瞬間喔 那個是 又快 又有強大的那種動力的 在後面一直推著你往前衝 總算 剛剛在山路的時候整個很悶的狀態啊 在這裡呢 在這裡呢 獲得了一些稍稍的疏解 等一下 就要到賽道上面去體驗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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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終於來到 Astorio賽道 那現在的750S呢 之前入試我覺得 它的懸吊跟動力之間的協調性喔 做得更加如火存清了 因為它特別強調就是你在駕馭的時候 車手跟車子之間的互動跟回饋 這一點就做得非常好 一圈 七圈轉 哇 剛剛直線就已經到 兩百六十幾塊 兩百七了 其實不瞞各位 剛剛呢 我在大直線可以衝到的最快速度是兩百八喔 然後 現在因為剛好換上新輪胎 所以要讓輪胎稍微再熱一點 好 再來的這一個五號彎呢 是非常刺激的喔 是非常刺激的喔 用了快接近兩百的速度 殺過去全油門 各位聽到那個 引擎聲嗎 騎拳 騎拳 哇 哇 哇 這一台超跑 剛剛在山路上是非常舒適的 然後到了賽道 完全相同的設定 完全相同的設定 跑起來就跟賽道版的車款是一樣的耶 現在第二圈來了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兩百 兩百一 兩百二 兩百三 兩百四 兩百七 兩百八 哇 嗚呼 真的就像在開一台賽車啦 我的天啊 其實照理說應該要專心開車的啦 因為在賽道上面速度真的很快 變成我要邊開車的時候 會有點分心 又來了 五花彎 它的全輪轉向真的是 抓地心的黏著度真的非常好 哦 彷彿天生就是為了要在賽道上跑的車 可是在一般的道路上面 卻可以非常的舒適 看到那個 車子的轉向跟路線 很行雲流水啊 而且呢 我轉方向盤的速度跟動作齁 各位有沒有看到 整個方向盤 是非常穩定的控制的車子的路線喔 是非常穩定的控制的車子的路線喔 確實可以辦到 雖然我也很想試試 但是真要做出這麼長距離的挑戰 當然不會是我啦 而是原廠教練 那放這張畫面的用意呢 當然是讓大家想像一下 開750S 也是可以這麼帥的喔 MARALON真的是不會讓人家失望喔 從街道到賽道 能文能武的表現 相信各位從剛剛的畫面都可以體驗到 非常舒適的性能 每天可以駕駛的 同時 在山道 在賽道的 也可以充分的展現出 非常迷人的那種駕駛特色 尤其剛剛在賽道上各位看到 直線可以充到280公里 極材煞車入彎的那種穩定表現就知道 哇這台車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喔 比720S又再更勝一籌 那我們今天試駕就到這裡 想要做到更多行車試駕訊息的內容 大家要密切公開的頻道 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掰掰